按钮介绍 在Microbit上面有两颗按钮 一颗是A,一颗是B 那我们如何来做测试呢? 在输入这里 有一个按钮被按下了 打问号 这边里面有A跟B 或者两个一起按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利用一个判断式来做 那判断式 在逻辑里面 如果怎么样 那么怎么样 好,我们选择重复执行来做 如果按钮A被按下了 做什么事 那我们就让它亮一个 远圈圈好了 好,我们用打勾 如果按钮B被按下了 我们就来 打个 X 那当然你要测试 A加B也可以 那我们就用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式 把它下载下来 储存 回到下载里面 这个按钮 把它复制到 Microbit上面 贴上 好,它烧完之后 看起来平常没有 那我们这是A 按下去 打勾出来 那按下B 打X 那你会说 奇怪,按完它为什么没有清掉 那你就要在程式里面告诉它说 那你按完之后 要怎么样 把画面清掉 那清画面 还记得吗 在基本里面 更多清除木屏 这样它才会 或者你要选择暂停多少秒 这样它才会有办法做暂停东西 这就是按钮A跟B的测试 好